那我大概簡單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課程 第一個我們課程的名稱就是 Excel的樞紐分析表的 基礎 基礎班 顧名思義有一個進階班 進階班如果你覺得這個課太簡單的話 你可以 看要不要在 選修下一期的那個進階班 難度會比較高因為 這要抓大家的程度其實 相對會比較困難 因為每個人的程度或高或低 很難說 有的人程度可能每天在用 但是有些細節不會 但有些人可能 從來沒有接觸過 當然就會有個落差 像 上個禮拜去 台南分公司 就發現那個落差其實也蠻大的 城鄉差距也蠻大的 像有些簡單的我覺得應該會要會的 就發現在那裡居然大家都不會 還好我有先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那東西應該是大家 有一個函數叫Vlook函數 Vlook應該查那個資料 Data這個函數應該是很 一般性的函數 不過 問你一下 發現 居然大部分同學都不會 所以我只好講慢一點 有的時候 程度 高低很難說 所以我就取一個中間值 這樣請各位可以諒解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同學程度好 沒關係 你可以先做其他練習題 有問題可以先提出來 至少我要知道一下你們大概程度落在哪裡 那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大概進度說明一下 首先的話呢會稍微 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會先 是我介紹一下 OK 然後我名字剛剛有秀出來 吳清輝 你Google 網路上應該蠻多資料的 或者你Google吳老師 大概第一個跳出來就是我的YouTube的頻道 YouTube頻道上面 因為我累積蠻多的影片放 那只要我上課就把它錄影放YouTube上面 所以其實 上面觀看資料還蠻多 訂閱人數的話也還蠻高的 如果以我們這樣 當然跟網紅不能比 我大概 2.3 萬 2.3K 大概2萬3左右的訂閱人數 雖然沒有像那個網紅有那個破10萬的 訂閱人數啦 不過以 我們這種 比較 算是嚴肅一點的東西 能夠有破萬 我想應該已經不容易了 那 盡量我會把這個課程不要講得太 就是 太呆板 盡量就是我們把結果做出來 並且可以真的用在你工作上 為前提啦 盡量不要就是說 講一個理論 那你 聽得懂 做不出來 沒用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介紹幾本參考用書 參考用書其實就延續性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課程 有些東西你還是不是非常了解 大家知道 可是問題你要補充一些理論的 相關知識的話 可以看一下相關的參考書 房間的Excel書籍太多了 只是說要怎麼用 那主要目的當然就提高你工作效率 你工作效率提高之後的話 你會多做很多時間來 那當然你工作就會 自然會比較 比較愜意一些 不用每天忙忙忙 趕趕趕趕 我一定要加班才能把事情給做完 你可以 很充容的 不用花太多時間在 像Excel的資料處理上面 很快就可以把它做完 那其實 相對起來 工作上面的成就感也會比較多一些 接下來的話呢 課程簡介一下 比如說我們大概上 哪些的 內容 OK 那當然我們這個課程我希望就是以那個 實際案例 實作 做出結果 的 步驟過程 當然 這個 課程設計 的那個 為主 所以基本上還是教各位把 那個像樞紐分析表 的報表功能 跟那個 圖表功能的繪製 跟各位 詳細的說明 OK 盡量就巨細迷移的啦 每個地方這樣 以後遇到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很快 自己很快可以把它處理掉 那這邊我又舉 三個案例 OK那這三個案例就是 從簡單 到相對複雜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因為解決的問題 大概都差不多 第一個 就是你要給那個樞紐分析表 資料的時候 那個資料你不能隨便亂給 你不能說隨便給一個那個完全無序的資料 好 那要怎麼樣把那個無序的資料變成有序 而且這個有序資料呢 是樞紐分析表他能夠接受的 這種資料形態 那這個我稱他叫資料的正規化 那其實資料正規化跟資料庫有點像 也就是其實樞紐分析表他要的資料 就是類似像資料庫的那種資料 你不能給他一個 七七八糟的資料啦 如果你給他資料不對 相對的他就 沒有辦法把對的 結果給你 其實這兩邊是相對應的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資料對了 接下來就是再怎麼利用樞紐分析表 把你要統計的資料 給顯示出來 最後的話就是把圖畫 因為如果 有數據是已經算清楚了 但是呢 看起來還是不如那個圖來的 來的易於了解 所以要怎麼樣把圖畫出來 最簡單當然是柱狀圖啦 或者是圓餅圖 或者是趨勢圖 或者是折線圖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從圖上面 馬上就可以 這個一覽無遺的把你 對於未來做決策其實 會有相當的幫助 那會取三個案例 後面的話第一個當然就 通訊產品的統計 所以呢 第一個當然 你們今天應該有call的那個 練習檔 練習檔打開 裡面就 所以待會第一個可以開啟那個通訊產品的統計那個範例檔 那第二個就是問卷調查 一般的話呢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問卷調查 但問卷調查 回來的資料很多 那我要怎麼很快的把 可能也是一樣 不是樞紐分析表 可以統計的資料 快速的轉換 成為樞紐分析表可以用的資料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像 那個問卷調查裡面回來 因為習慣上 像如果程式產生的 他都會記錄 是他的什麼 他的 編號 而不是 裡面的 你要對應到的那個名稱 怎麼辦呢 你可以跟他轉換 那會有很多的對照表 很多的 怎麼樣快速的轉換 這部分的話 也許我會 後面會用一些方式讓大家了解 當然解決問題很多方法 最簡單也許就是 突發煉鋼 突發煉鋼 最浪費時間的 其次 在ECL裡面 你可能還是需要會 ECL裡面的函數 函數我想必要的 250幾個函數 盡量如果你通通都能夠熟練的話 那很多問題快速就可以解決 但是有些問題 就是說 函數也解決不了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寫點程式 OK 那這個後面我們會在陸續說明然後 最後有一個是那個 像類似 銷貨的分析 甚至其他的案例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那學習目標的話大概就是會有幾個方向 剛剛講過 第一個就是資料正規的話 如果你一個無序資料怎麼樣把它正規的話 那有哪一些地方你可能要盡量 避免資料的錯誤 因為如果你資料有錯誤的話 你將來樞紐分析表 一放進去奇怪怎麼結果不對 好 不是你要的結果 那就是 你資料來源有問題 那 也就是說你即便你樞紐分享再怎麼分析 你資料不對 來源錯誤 你怎麼分析就沒辦法分析 出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來源可能要先做一個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 當我們已經把資料處理完之後 那怎麼樣可以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幫我把 我要產生的報表 顯示出來 那裡面可能有哪些 他有列標籤 有藍標籤 還有報表的標籤 報表的篩選 另外中間的值的統計 那統計的話呢 大概不外乎就是 加總嘛 幫我把那個 有業績全部加在一起 那除了 加總之外 另外還有加幾個 項目啦 甚至還有平均值等等的 不用最多H加總跟 計算幾個 甚至怎麼樣讓他產生為百分比 OK 那有一些功能 裡面大家後續會跟各位說明 那 把那個報表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畫圖 OK 大概步驟啦 每一個篩例也許都 尋一樣的 這個 這個步驟 那底下的話也許 最後有一個叫 要利用那個 什麼交叉篩選器 來做分析 那這個交叉篩選 交叉篩選器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功能是在 Excel的2010以後 才有的 所以 所以之前我上來 老師為什麼找到這個功能 看一下 2007 還沒有這個功能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沒有關係啦 你可以用其他功能取代 還是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只是說如果有這個功能 他更好 因為他非常方便 點點點 馬上你要的就分析 的報表就馬上顯示出來 就是說你產生的報表 可能是大範圍的 你還可以在針對這個報表裡面 再去篩選 你要的那個 細部的項目 這個也許後面我們會再說明一下 那個學習目標 那 接下來 第一個 我們就是 介紹我剛好提過啦 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簡單 Google吳老師 關鍵是 好像前兩個連結都是我的 前 第一個page好像有 三四個吧 會 連到我的那個網站 我有 YouTube頻道 部落格 還有我有價值論壇 甚至一些 其他的連結吧 一堆 那當然我教的這個課程 今天這算是比較簡單的 大部分上課還是以城市為主 因為現在大部分 你要能夠提高效率 大部分還是需要寫些點城市 所以其實上課課程是 我目前上課裡面最簡單的 相對起來 那當然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其實像我剛剛提過 我的那個 YouTube頻道上面還有其他的 那目前比較行的 像什麼AI的那個 那個人工智慧部分 用的比較多 用一個 一個程式語言叫Python Python上面我目前 也教的蠻多的 如果你在那個YouTube上面 應該也可以看到我最近的教學吧 那 另外的話其他大概 比較值得提的就是 因為 我在城市撰寫的經驗 以Sail的 VBA這個相關的經驗超過30年 所以對以Sail應該已經 非常的熟悉 從他 什麼 以Sail的95吧 那時候其實 還很難用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記憶體太小了 那時候記憶體大概才8MB 現在的隨便記憶體都8GB 差了1000倍 以前的以Sail不好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記憶體太小了 跑一跑就白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當掉 當掉之後沒有存檔 你又重來了 對不對 應該如果你以前 有用過以Sail很早的版本的話 大家也會知道 不過現在比較沒有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記憶體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他隨時幫你存檔 你只要做幾個步驟 他每 幾秒鐘吧 或者一分鐘幫你存一支檔 也就是如果你當掉沒有關係 他幫你 反環 恢復了嘛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另外第2個記憶體很大 你丟再多東西 他也不會因為 記憶體用完了 所以畫面就白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以前的 資料量頂多用 而且2003以前的版本 最多一個工作表 就是65536 6萬多筆 到了 不能用 你要換下一個工作表 但是新的版本2007以後 他的最大筆數可以到1048576 就是 104萬筆 104萬筆 基本上 你如果要 拿來放一些 資料庫的東西 應該是還OK 但是他有104萬筆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 用的資料量 沒那麼大的話 其實ECL拿來當資料庫 應該是 綽綽有餘了 所以很多時候啦 很多以前又會用SS 慢慢其實我說 幹嘛 還要再買一個授權 還要再學一套 而且SS 超級宇宙難用的 如果你用ECL之後 你再用SS 你會覺得 這什麼東西啊 怎麼這麼難用 OK 設計的界面 太糟糕了 所以如果 需求沒那麼大 也就你一般的工作 一般人的工作啦 我覺得ECL都已經 足夠使用了 OK 那 再來的話 其他我的YouTube頻道 剛剛提過 另外的話 我有創業經驗 有 那個 五年的 執行長的那個 工作經驗 然後那時候創業還拿了一個獎項 叫 傑出創業楷模 OK 那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啦 就是你要請很少人 然後呢 盡量什麼事情 盡量 都自己來 不會累死自己 所以那時候的話 盡量的 那些流程全部寫成程式 那以後的人 大家就是去操作那個系統就好了 有什麼我就想到 馬上把他寫出來 馬上想到馬上把他寫出來 所以想到的 身邊 所有一切流程 通通都自己 把程式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發現 人事費用大大減少 你好像不需要了 你可以 也不要 叫他回去 就是 叫他去做更高階的事情 這樣的話 人事費用大大減少 而且還有個好處 把他放雲端上 24小時 像7-11 因為 我們就是盡量用 網頁網站的方式 跟你互動 或者手機app的方式跟你互動 然後你隨時 你半夜睡不著覺 你也可以 做一些互動 然後像教學課程也是一樣 我們把他全部都把他 處位化了 老師 半夜一定是睡覺 可是系統不會睡覺 你要學習 你都到系統上面學習就好 那有問題 沒關係 老師 會睡醒的那一天 你再 問老師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說真的 像 我自己非常討厭 一直重複講 一樣的東西 我是希望說 能夠跟 學員多互動 但是問題 人力有限 但是 電腦其實是可以不斷 讓你的人力 不斷像孫悟空一樣 可以有分身 對不對 像YouTube為什麼放一些 把他錄下來放YouTube 反正你們看過 那些問題就大概都知道了 除非 上課裡面沒講到的 那你可以再提出來 那我可以再補進來 好像每一次上課也許都會多加一點東西 跟前幾期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上課 都會有 我預期不到的東西 那我會把他加進來 那其他的話呢 大概還有到 各個單位 做一些訓練 那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啦 其實努力蠻久了 大概教學經驗超過30年 所以也因為這樣 去年也拿了一些獎項 像卓越教師 然後還有趨勢先鋒 文大的那個推廣部 然後我的證照也 蠻多的 我大概現在有30幾張證照 最近也有那個Python證照 也有 就出來 那我想說 好我也去把它考一下 雖然說那個證照 是井上天花 不考沒關係 但實際上 好 老師也要不斷在update 不然的話也會跟不上時代 每個人都一定會面臨這問題啦 就是你要更新你的相關知識 否則你一定會跟不上時代 好那再來的話其他頻道這個 接下來的話有關參考書啦 那我們這上課的那個內容 其實還是 因為今天就7個小時 一定會有限制 所以我會把主軸放在 教你怎麼做 至於呢為什麼這樣做 的相關細節 請各位去看書吧 因為你一定看得懂 但是很多人看得懂不見得做得出來 所以我發現你們盲點應該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 書裡面 應該怎麼做 因為講完之後你還是不會操作吧 那操作過程 把它講完 然後呢 實際上操作一遍你也會了之後你再去看書 好那大概會更清楚 OK尤其像這些東西 這些有關的 功能 我介紹這一本叫 集學集用 這本書是日本人寫的 台灣有翻譯 那個出版社是奇標 我是覺得這本好處是 他整理的相當詳細 而且 你想得到的樞紐分析法 全部的功能他應該都講到了 我不可能說每個功能每個功能都 完整的代道可能會漏掉了 也許是我覺得那個功能不常用 那我就跳過了 如果你覺得那個功能你也會用到 你也可以把它再加進來 OK 我盡量是 講那個 實際上用的比較多的 至於 幾乎用不到的 也許我就不會特別去講他 因為都用不到你幹嘛 記也沒有用 OK 好那 另外的話呢 在那個資料正規化部分的話 可能會需要函數 我剛剛講過 比如說你要把那個資料正規化 你可能就要想 怎麼樣把那個資料變成 本來不是樞紐分析表可以用的 你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可以 那可以的各部分當中的話 可能就要解決問題 如果你不會你就突發了 你剛剛每天要複製貼上 那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當然有 所以你要了解 函數的使用 尤其是 像那個什麼VIP函數 這一種 VIP函數 其實他也 常常被使用 可是很多人使用方法 其實不是太正確 比如說呢 你可能需要 配合那個定義名稱 很多人都不定義名稱 然後就直接抓那個範圍 那抓那個範圍過來之後 公司變亂七八糟的 好而且 要不然就是 跨了很多工作 比方說跨很多的 Excel檔案 然後 最後常常就會出一些狀況 所以呢有沒有比較簡單 而且 不容易出錯的方法 那也許我們就提供給各位 就是大概怎麼做的一個流程 那 再來就是如果 你要想要完整的學Excel的 函數啦 這邊 這本書好處是他有468個 468招 意思說 他有468個範例 針對255 50幾個函數 他就舉一些例子 那 怎麼樣把一些問題解決 用哪些函數 他其實都有說的蠻清楚的 不過這 份量太多了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 那應該可以學到蠻多 再來就VBA 不過這個VBA 算比較難 僅供參考 也許你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覺得 好像你是有學到 還想要更好 那你就花一點時間 了解一下 那個 VBA的程式運動 其實 他能夠做到什麼 就是你所有滑鼠鍵盤的動作 重複的動作 他都可以幫你把那些動作 變成 一段程式 也就是說 你要把 他像這個書名 也提到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就是他 所以他這本書賣得不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家看 太好了 我是需要這個東西 道理也是一樣 就是你把整個 步驟流程全部寫完 一鍵按下去 那你的報表就出現 OK 而且甚至可以設定一些 客製化功能 就你自己寫的 你可以去修改 大概是這樣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再 稍微參考一下 另外的話呢 因為我們講義篇幅有限 所以有一些可能補充資料 如果說你覺得 好像有一些還不太夠 或者說我後續會補充的話 那我就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或者是相關的補充資料 我這邊有放一個叫 GG.GG 這個網址蠻好記的 GG.GG 那個PivotTables 其實PivotTables就是 書納分析表 的意思 那 但底下的QRcode你也可以少 你比如說 有些東西 雲端上也有些相關的參考 那這個的話就是 開啟 這個 我們的雲端 連線斷掉 裡面的話呢就可以 連到 然後 上方 那有一些補充資料可以參考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第一個範例 通訊產品統計 那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 資料正規化的部分 那所謂資料正規化 請各位第一個就是先把那個檔案先開啟 那待會不斷 我們要做幾件事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開啟那個 我們的翻譯檔 那這邊有一個叫 通訊產品統計的那個原始檔 就這個 那這個檔裡面的話你把它打開 我可能會希望 解決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打開之後 他這邊總共會有A到E總共有五個欄位 不過五個欄位如果說我今天要針對產品 跟他的什麼呢 區域 產品就是 哪一個東西 哪一件商品 哪一件產品 他賣的 在哪個區域賣的情況如何 另外還有年 所以 時間 產品 跟地點 假設我今天有三個欄位 我希望 交叉分析 他們之間 就是 的關聯性 比如說那個 時間 跟哪個產品也沒有什麼關係 哪一個產品 會不會因為 越後面的時間 他的那個 賣的銷量越多 OK然後呢哪一個地區 哪個產品賣的比較多 等等的相關的訊息 那我如果要做統計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當然 我們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的 商 產品 目前是編號 那另外的話 區域的話呢也是編號 所以呢你必須怎麼樣 有沒有方法把那個區域編號變成區域才對 然後呢產品可能不要叫產品 要產品名稱要放到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 做樞紐分析之前 你可能要先 把這件事情做完 就是說怎麼樣把那個 編號變成名稱 這個產品編號變產品名稱 區域編號變區域名稱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還有 剛剛講過那個樞紐 裡面你要給他的資料裡面 盡量避免用那個跨欄置中 OK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跨欄置中 那你跨欄置中 特別需要 一個跨三個 三列的話 最後他只會抓到其中一列 就第一列而已 所以下面會空白 那所以你分析結果一定是錯誤 那怎麼辦呢 請你把 跨欄置中全部取消 變成什麼變成沒有跨欄置中 再去做資料的結局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做完之後 可能就要長得像 我看到這邊我們有完成的一個 類似的畫面 你們在講義裡面應該可以看到 就是 本來是一個 有沒有 在那個講義的第16頁的地方 這邊 等於是我們的 那個 右上角這邊的 裡面就是名稱跟區域 要把它帶過來 那怎麼樣 快速的把它帶過來呢 OK 那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個 要把那個編號改成名稱 那改完之後長得像這樣子 在第19頁就改完的樣子 那裡面的話就當然就是加了那個 名稱跟區域 並且把那個跨欄置中取消掉 這個地方怎麼做也許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細部要怎麼做